苗栗家家里开中药行的33岁父姓男子 上个星期他才开着父亲的休旅车 撞坏了两辆车 没想到周末他又驾驶母亲名下的百万轿车 疑似为了闪避野猫 撞上了路边总共造成了四辆车毁损 幸好是没有人受伤 而主里的远景到场发现又是他造货 只是说再有钱也不能这样一直撞车赔钱 银色的百万轿车车头撞得哩哩啦啦 路旁三四辆车被连环撞 其中一辆也是百万名车 招式驾驶下车一脸不耐 到场处理的远景一看怎么又是他 33岁的父姓男子 上个星期才开父亲的休旅车撞到路旁两辆车 这下又开妈妈的百万轿车再撞四辆车 家属帮着说话家里开中药行家境富裕 连续开父母的车子出车祸连警察都摇头 当时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驾车 那他撞了路旁边的车辆之后直接就离开现场 那他有没有酒驾 没有 当时的人拍妈妈的车子 名车所以说自己本身的车辆修理会蛮高的 上次撞车连带修车赔偿花了十几万 这次撞得不轻 光是母亲的百万轿车修理估计将近二十万 四辆车子也得赔上二十几万 傅少爷连连撞车赔钱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